各位观众 想看最新的节目 请按这个钟 订阅工联耀华YouTube频道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新一集的 工联耀华 今天我们就请到 关于饮食业的行业工友 就过来去 和我们聊聊天 主要就是 经历两年的疫情 就以为好又好转了 但是想不到 臨近农历新年 其实各行各业就大受影响 其中饮食业方面 也是一个 比较重灾区的一个行业 所以虽然我们支持 是政府防疫的一个措施 但是因为时间 是来得比较急赶 所以我们都希望 政府在争取抗疫的同时 避免那个传播链去扩散之余 另外也都要关注到 饮食业这个行业的一些工友 前线工友的一个饭碗 所以刚才所说的 今天就请到饮食业的代表 就是饮食业职工总会的主席 林千国 还有就是旁边 就是行业的代表 余小姐就过来 跟我们谈一下 现在饮食业的情况 那余小姐 可否又对于一些 晚市的一个限制 那六点后已经不能同食了 那本身订开的一些婚宴 酒席或者一些团年饭的聚会 都有取消了 那其实对于一些工友 其实现在的情况 又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一波疫情 就是很正面的 对我们来前线的员工 真的有个冲击 是 是 是 因为之前那几个月放缓 就是所有订的酒席 团年夜饭 都可以逐渐订进来 就是10时之间 就是这一波打过来 那很多员工想着 哎 好了 你过回收入给好好的过年 买一些钱过年 那这个疫情呢 就是10时之间来 很多都停工了 因为你晚黑没有糖吃 那六点底下 就是我们前线的员工 只是半日工的 就是老实实 就是做个茶市 晚市就收了 那相对来讲 就是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是啊 是啊 就是工友都在那里掃苦的 好像你隔壁那张照片 就是现在呢 基本上晚市之下 就已经是 就是全部是没有人 还有就没有食客 可以坐下去吃饭了 是 那他们的收入又怎样了 就是会跌了多少升 或者是 那个比例是多少度呢 你因为你翻半日工而已 那就是半日量 嗯 就是一个月都减一半人工 嗯 我知道其实饮食业 都有很多是做炒散的 尤其是在很多婚宴的一些场合啊 或者是一些团年化的情况 那他们现在的炒散 就是怎样去解决他的生活的问题呢 因为现时来讲呢 你停了晚市 就是晚一刻 我们长工固定的员工都没得回 那散工的 就是基本上全部都剪掉了 嗯嗯嗯 是的 那就是以我所知 他们都要生活的嘛 是啊 是啊 那有些呢 可能会就转去别的地方啦 嗯 就是可能去转保安啊 去认证一下保安啊 或者是地盘工啊 都要去做 嗯 因为始终他们都要 像你说的 要赚钱一个年 是啊 是啊 没错 那时之间停在那里 那他们都要想办法去生活的嘛 嗯 就是以我所知 有些是转了其他行业 嗯 嗯嗯 就是我知道有一些 正如你所说 其实有些是 不只是这段时间啦 其实在早一段时间 在这个食肆 晚市堂食的时候呢 就最多分现场地 都是可以去到一百人的时候呢 有一些是因为不够公开 嗯 所以他们都走了去转了 做其他的兼职 那有一些呢 可能是做了去送外卖 是 有一些呢 是做一些地盘的清洁啊 是 或者呢 就是去做一些叫 保安的一些工作 是 都会有的 但是他们其实 本身都期望 就 就飲食业呢 是尽快去复甦 是 令到他们可以呢 重投回这个行业 但是呢 就是 都知道有一些人呢 其实 虽然他是 转了其他行业 但是他们会不会 就是又会回饮食业去做呢 就是如果他在第二个行业 是稳定了 那些 就是以我来说呢 我们都很少 很多帮工的 因为我们办就职 每一晚需要的帮工都很多 是 就是自从疫情以来呢 有些就直接去考了保安牌 嗯 考了保安牌之后呢 都没有回复回 就是没有回饮食业组 哦 没有回饮食业组 是的 那有些炒散的 譬如地盆工啊 那些散工 当然我们有公开 他就会回来啦 嗯 是 那如果是其他行业的稳定的 他都没有回 重投回我们这一行业 哦 是啊 因为第二个行业都已经稳定了 都已经是找到本身 可能过得活的一个收入了 所以呢 就未必是回到本身的行业了 是 那千哥 那工会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是怎样去协助工友的呢 我们这段时间呢 又立刻就打电话去 去问那些工友 就是了解多些情况啦 那究竟他们的即时停工 对他们的影响 和新计有什么呢 我们都调查了 是 那我们呢 就即时帮那些工友 就找一些相熟的那些食肆 看看有没有需要那些空缺 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 人手非常之短缺 也都找不到人 那虽然这样万事 能不能够補充半天那些工作呢 那我们都有接触那些雇主 能够有些工友都回工的 那都解决它暂时这个时间 都比较感谢我们工会做的那些东西 还有我们呢 派放一些物资啊 口罩啊 防疫那些初手液啊 都派放给那些工友的 那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时间 但是在心灵上呢 有少少帮助 嗯 是啊 我见你们呢 就早几天呢 都有是发出 即时发出一些相关的一个诉求 是啊 就主要是都是说回呢 对于工友呢 那个收入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所以呢 也都是要求是发放相关的现金津贴呢 去令到那些工友呢 可以是到过年关的 是啊 那其实政府呢 就要求是来近2月24日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个疫苗气泡的一个措施 那其实你们飲食业呢 就对这个疫苗气泡有些什么看法呢 那我建议政府呢 在疫苗气泡那里呢 就是2月14日开始打算这样走的 那可不可以提前一点点 一开始走 BC内固化打一针而进入食肆呢 在过程之中又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在那里 可不可以提前去推行呢 令到我们打工的那些工友和那些雇主能够开工呢 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头 尝试这个疫苗气泡呢 我建议就是BC内固化打一针 而进入过食肆的 可以先行先试的 这个是我建议政府是这样做的 那其实除了这一样东西之外 工会做没有什么诉求呢 就是都想向政府提出的 我们希望呢 戒满那时呢 能够新一轮的防疫时间呢 能够开放晚市 到夜 开放晚市 能够要 就是以致死人 开放BC内 希望你做多一点点东西 虽然你一半 坐的一半 至少你帮助了一些即时的工作先 还有大家就出来吃点东西 令到那个情绪可能会好些 工人有工 最主要我们那些工友都希望能够 我们工会能够发出这个声音就是 解决他们现在目前的困扰 那我们其实我们最需要 资助90岁2个大陆 最希望其实都可以上班的 都想着自己是亲来亲来去 找这些这样的钱 令到那个情绪没有那么困扰 而在那个年关之后呢 能够又可以度过这个困难 是 是 所以呢 早前呢 我们工联会呢 也都在 也都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当中呢 也都是有提到 除了饮食业之外 那还有一些自由工作者的一些工种 包括是推拿的一些工作 或者是一些叫影视业 分宴雄业 那还有就是美容业 那其实还有看体 那其实呢 就是大家是 就是那个关联性呢 也都是非常之紧密 那当停了一边的时候呢 那其实呢 那个影响呢 都会是涉及方方面面的 是 是 那政府呢 又公布了 新一轮的防疫抗疫基金了 那其实你对这个防疫抗疫基金的 那个想法 或者是怎样去觉得工友可以直接申请 是会更加方便容易 和拿到资助的呢 那我希望呢 就是政府都出了几次的防疫基金 抗疫基金了 那很多工友都打给我投诉 就是直接都没有在手上的 那政府的原意都希望能够 雇主和雇员都能够 能够在这段时间 拿到薪金之后 共同时间挨过这个困难 是 那我建议政府呢 可以做多少就是 就是实名登记啦 那将出一份表格 那就填了你在公司 因为你雇主都知道有多少个人上班 和实名登记 潜入份方呢 那他交到政府部门呢 方便他去审批 而令到那些工友都知道 老板帮他登记了啦 那到时发放有什麽漏洞的时候 可以在这间餐厅找到一些源头 你没有收到在投诉方面呢 那在优化方面呢 那政府派到落前呢 而工友又能够得到这个呢 这个是我想带出的信息就是 希望政府能够在这方面呢 优化一点点 因为过往我几次呢 大部分工友都拿不到这些直接的资助 甚至被人解雇了都有的 那希望在这方面呢 我建议政府能够 建议我们提出的 用我的实名登记啦 帖文方啦 就是会做多一点点的东西 而能够有保障这些工友呢 是得到一个紧急援助的基金在那裡的 是啊 那所以那个钱呢 一定要直接落到工友手呢 那才可以令到他真正的受惠 就不是呢 就我们不是不赞成是要帮雇主 雇主都有他的困难 但是呢 协助雇主的同时 但是呢 资助的钱一定要是去到工友的手 那同时间呢 其实我们工联会也都是要求呢 政府是推出一个失业和停工现金津贴呢 就以一个工资中位数 就18000元的一半就上限9000元 是的 就按工资的比例去发放 那对于一些失业的工友呢 就是一个紧急的一个援助的措施 那这个9000元呢 就最多都是上限拿6个月而已 是的 那起码呢 因为疫情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完结 那我们都希望呢 在经济尽快复苏 好似正如刚才千国所说 其实工友呢 不是想拿多少的资助 但是 你是一个燃眉之急呢 是必须的 没错 另一方面就是 要稳定疫情 是的 令到那个疫情不要再扩散 还有呢 就是 最重要是 不要再有一个叫做 新增的一些个案 是的 那同时间呢 就 亦都要 就是 令到那些工友呢 可以度过一个年关 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那我们今集呢 的工联业话 又来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这边都是 我拥有了 你不知道 能不能想像这样子 那我们就比你 来 快点 快点 小资 快点 快点 感谢观看